蕭先生齊癢難耐的尿毒痘 在西醫調整洗腎的透析量 及中醫介入後出現轉機 呂秉勳醫師三管齊下 以內服中藥外用藥育 再加上藥膏來治療 在脈象跟陣型上來看 其實是一種濕熱體質 還有一點熱毒 像尿毒的成績 或是一些 鎂離子 零離子的成績 都會造成搔癢 中藥其實能從內服的話 可以去侵略解毒 然後從藥域外洗的話 其實就從外在去消除 局部的一些發炎因子 除了按時不用中藥 蕭太太每天熬煮中草藥 幫先生擦澡 我是真的很認真 一天兩次 然後淋得很乾 用力跟它擦 盡量讓藥草的氣 那個蒸氣 還有跑到 讓毛細孔撕下去 呂秉勳參考西醫文獻 中醫典籍 研究出藥方 自行調配熬煮的中藥膏 更是質養良方 你精神都抹什麼 抹茶 晚上睡不著覺抹什麼 晚上睡覺的時候 很癢的時候擦什麼 也是擦這個 擦這個 好 很好 這個是你的寶貝對不對 對 負身服務 蕭先生五年來 不時忍受的搔癢及皮膚病變 在中西醫核治下 終於獲得改善 我們剛剛在影片中看到中醫用來治療 尿毒搔癢症的方式 我們現在想請教蕭太太 就是說您的先生經過這個 呂醫師的中藥治療之後 到底改善的程度如何 第一個禮拜 它的大便就很明顯改善 本來大便是又黑又臭又硬的 一個禮拜就改善 那個味道跟正常人變一樣了 顏色也是一樣 然後一個月以後 他痘痘 爛痘 就沒有再出來了 然後治癢的程度 就我形容 我去看門桌的時候 我就謝謝呂醫師 我形容說 呂醫師謝謝你 十分後高分 我要求不是很大 可是我就覺得 好 很感謝他 所以治療一個月之後 就明顯的十分好九分 所以我們看到的照片 就是治療前治療後 限注差異 至少他沒有再長籠包出來 然後燒癢程度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還有呂醫師給他的那個 那個開的那個植養膏 我先生就像護身符 隨身攜帶 那代表一定很有效 隨時帶著需要就趕快用 對對對 所以很感恩呂醫師 真的謝謝